记者陈温慧台北报道 华山大草原发生射箭教练陈伯谦涉嫌分尸案 连带引起大众对艺文团体也轻重的关注 PTT上有民众爆料 也轻重涉嫌于6月中旬擅闯台铁华山引到地下轨道的禁区 还纠重开电音爬 由于该引到与台铁台北车站行车主线相通 以危及行车安全铁路警察局据报 将传唤主办及相关人员讯后依铁路法送办 铁路警察局表示 有关民众闯入铁路专有路权部分 根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行人 车辆不得在铁路路线、桥梁、隧道内及站区内非公公众通行之处所通行规定 行人不得在区间内行走 更可能有生命危险 将处新台币1万元以上、5万元以下罚还 呼吁民众千万别处罚 铁警说 也轻重擅闯禁区的路径 初步研判是由市民大到两处较矮的围墙 架梯即可翻墙进入 将在这些一人高的围墙上加装蛇笼 同时加注警告标示 台湾铁路管理局除了通知台北公务段加强巡检中 也报警处理 台湾铁路管理局除了通知台北公务段加强巡检中 产生地区 台湾铁路管理局除了通知台北公务段加强巡检中